大家好,我是Ray,欢迎打开MR档案 都说天下功夫出少林啊 几乎所有的武侠电影和小说呢 都和少林寺有关 在金勇老先生的笔下 少林寺可谓是高手如鳞,卧虎藏龙 在江湖中的地位啊,是数一数二 但现在,少林寺早已远离了 武侠小说中的恩恩怨怨 近些年来啊,少林寺的是非纷扰 愈发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那就是形式高调,绯闻不断的少林寺方丈 士永信 都说佛门中人需要六根清净 不为红尘世俗所扰啊 但咱们这个方丈呢,从来就没低调过 他身披十六万的袈裟 豪制四点五亿购置土地 前脚背包给师族妇女开光 后脚啊,就身陷私生子怡云 但另一方面呢,在他的一手大造下 少林寺从破败不堪到如今走向全球 名阳海外 有人说他是被低估的商业奇才 也有人称他是佛门CEO 如来见了,都得叫一声市总啊 这不,最近又因为造访 美国旧金山的Meta总部 方丈呢,又又又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本期视频啊,咱们就一起来看看 士永信是怎么把佛门禁地带入到另外一个世界的 士永信的原名啊,叫刘应成 父母都是佛教徒 所以啊,他从小就对佛学感兴趣 1981年呢,16岁的刘应成初中毕业之后啊 便踏入了河南松山少林寺 正式拜师当时的少林寺监院,事行政 一个是喜欢这种僧人的生活 生活生活很清净 甚至可以云来无去 就很潇洒的这种生活 再一个你就是想练成的好的骨功 可以这个西侠掌握 这个恍惚真意之类的事情 跟过去串通小说 那种弄成说大古术的 说出长细的 会经常提到 僧人们都能通头填臂 那个时候啊 少林寺跟现在的少林寺可是完全不一样 经过了动荡岁月的冲击之后呢 早都破败不堪了 不复禅宗祖庭昔日的辉煌 寺内的大多数僧人呢 也已经还俗了 全寺上下只剩下了十几个年老体衰的老和尚 守着一座破庙和二十八亩旱地过火 行政法师认为啊 刘应成天生会根 于是将他收为弟子 并次名永信 自此啊 刘应成改名为是永信 1982年 李连杰主演的电影 少林寺上映了 一时间是火遍大江南北啊 那个时候呢 电影的票价只有一两毛钱 但是少林寺的票房 竟然达到了惊人的 1.61个亿 这么说吧 当时在农村啊 一块砖能换一张电影票 大家为了去看电影呢 把厕所的砖都快拔了完了 在香港啊 少林寺的票房达到了 1615万港币 打破了李小龙创造的最高纪录 电影的风靡掀起了少林功夫的浪潮 那个时候啊 人人都会哼上几句 少林 少林 功夫小子 是小龙那一身的硬本领啊 就是在少林寺练出来的 还有王宝强 更狠 他都没搞清楚少林寺是干嘛的 就因为看了这部电影 8岁就跑到少林寺去 练了六年功 他还以为少林寺是拍电影的呢 到了之后才发现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就这样 少林寺火了 可是问题呢 却随之而来 这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这座千年古刹 甚至有人想来拜师学艺 但只见那破败的寺庙是杂草丛生 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大家还想去看一看电影里头五僧的英姿 结果发现压根就没有五僧 只有平均年龄七十来岁的老和尚 牙都掉光了 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只能留下一句 祸不对吧 坑爹啊 之后就信信离去 少林寺的爆火呢 并没有拯救少林寺的窘迫 这颇天的富贵没接住啊 四年后呢 行政法师升作为方丈 他是少林寺自清朝初年 方丈制度中断三百多年后 第一位方丈 一年后 二十二岁的施永信 从重病去世的行政方丈手中 接任住持 执掌少林 行政法师元寺前 曾经叮嘱过施永信 让他想办法光复少林大业 重回昔日辉煌 而施永信 和少林寺的人生大幕 由此缓缓拉起 施永信认为啊 少林寺需要管理 需要创收 才能生存发展 那怎么创收呢 他带领着弟子们 探索出了一条 功夫经济的道路 他先是成立起少林武僧团 去往全国各地呢 打拳巡演 弘扬少林功夫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 少林寺迎来了 极度凋敝之后的 疯狂复兴之路 通往少林寺大门的道路上 轿车 旅游大巴 旅车 挤在一块 几十家小饭馆啊 密密麻麻的 排在路两边 那都是些微房啊 到处都是水泥裂缝 和泥灰碎渣 施永信呢 筹资重建了少林寺的法堂 钟楼 古楼 藏金阁 复原了被破坏严重的古典建筑 让游客有了更好的体验 那香火旺了 收入自然就多了吧 周边的配套设施 也逐渐完善了 1995年啊 施永信策划了轰轰烈烈的 少林寺成立 1500年大脸 他还特意来找到了广告公司 出了各种方案 叫来了400多名记者 咔咔一顿报道 那你以为 这营销能力就够厉害了 告诉你 更牛的还在后面 1996年啊 施永信给四里扯上了网线 少林寺在中国寺院中 率先建立起了 自己的中文网站 要知道那一年马云都还没有资格的网站了 比适用性大一岁的张朝阳 才刚刚融到第一笔风头 中国四大门户网站 网易新浪搜狐腾讯 都是97到98年才成立的 那这么看来 是不是人家适用性 大彻大悟的 走在了世界发展的前沿啊 而且啊 你们知道少林寺的网站上都发些什么吗 你以为是寺庙历史 景区简介 领导动态 格局小了 少林寺的网站上放的可是 易经经 洗髓经 七十二绝技 这些少林武功秘籍啊 苦练少林秘籍的揪魔制 要是放在这个年代啊 哪还会因为练功走火入魔啊 网站上什么都有 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九十年代末啊 适用性带领的少林寺是一路开挂 1997年 河南少林寺影视公司成立 将少林的影视项目授权给了中影集团 英皇电影 华谊兄弟等影视公司 成龙 刘德华 吴京等明星啊 都纷纷过来拜访 1998年 他们又向实业进军 之后啊 商业版图是一路狂飙 横跨文娱 餐饮 药品 服饰 地产 投资等多个领域 施永信 一直在做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1999年 年仅34岁的他 荣升为少林寺方丈 成为了少林寺建四史上 最年轻的寺院方丈 2005年啊 少林寺又成立了少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彼时啊 内地的选秀节目风头正火 不甘落后的少林寺 就开始海选功夫之星 在国内外各搞了六大赛区 轰轰烈烈地拉开了选秀的阵势 如果说超级女生 快乐男生 我行我秀这些节目 选的是唱跳爱豆 那功夫之星 PK的就是全数套路 绝技演示 武学知识 这阵长 简直跟选武林盟主一样热闹 优胜选手呢 还能参与少林寺头拍的电视剧 少林寺僧兵传奇的演出 观念超前的适用性认为啊 少林寺的发展重点 应该放在海外 你只有在海外发扬光大了 在国内才有话语权嘛 于是啊 他就制定了宏大的 佛祖出海计划 少林的发展模式呢 也在全球开枝散叶 这个啊 咱们之后会细说啊 反正你知道的大人物 施永信都见过 1999年 施永信受到了 伊丽莎白女王的接见 2006年 普京受邀访华 点名要拜访少林寺 这就证明了 施永信海外发展的路子 走成功了 媒体呢 还报道过 施永信是中国第一个 取得MBA的佛门僧人 也有传言说 大师是赴美深造 在美国考取了MBA 不过啊 这个传闻呢 施永信在接受 环球人物的访谈中 就澄清了 说这个MBA的学位 是社会的传言 根本没有 我呢 过去文化水平也不高 出生在农村 不可能接受什么优质教育 但是啊 没读过MBA 并不影响适永信 继续开挂 2008年5月 少林寺又一次掌握了财富密码 开启了少林欢喜地淘宝店 产品啊 包括禅修用品 少林僧人元素的T恤等等 最夸张的呀 是售价高达9999元的 少林武功一宗秘籍 以及13600的少林冰铁剑 那竟然还真有人去买单了 与线上网店同步开张的呢 还有线下的实体店 游客们发现啊 少林寺山门右侧 开了一个小店 里面呢 卖的是梅花装CD架 铁砂掌果牌 少林寺这个大IP啊 算是彻底被适用性给盘活了 破败的少林寺 在适用性的力挽狂澜下 起死回生 而伴随着这位佛门CEO的走红啊 关于适用性本人的争议 却从未停止过 甚至风头一度盖过了 少林寺本身 咱们看武侠电影的时候啊 有不少高手 出招的时候呢 都是先攻下盘 这不 黑料和谣言啊 就直奔着大师的下三路来了 2011年5月 一则少林寺方丈 适用性嫖娼被抓的消息 在网上疯传 原文呢 是这么说的 河南省正在扫黄打飞 当地有媒体记者 随同警方行动 结果就亲眼目睹了 少林寺当家方丈 适用性 现场嫖妓被抓 随后啊 少林寺发言人对媒体表示 方丈不是去嫖妓 而是去为师族妇女开光 那这下子 网友们可来劲了 纷纷创作打油诗 是李白拦了都拦不住啊 少林寺这边呢 立刻向登峰市公安局报案 请求警方对网上 针对诗用性的负面 不实传言展开调查 最后啊 当然是没有的事了 嫖娼风波就此落幕 但仅仅过了五个月 少林寺又来处理危机公关了 2011年10月 网传试用性在海外 最少拥有30个亿美元的存款 在美国 德国都有别墅 他还曾经跟某社会名人有染 包养了北大女学生 并且跟其育友一子 现在母子就住在德国 当然了 这些都是天方夜谭 除了发声明 报警 这些常规做法 那少林寺对此呢 还出了很招 悬赏五万元 向公众征集 有关方丈犯件的证据 关于我本人的各种各样的传闻就很多了 好坏都有 负面的甚至多于正面的 这也是大家关心少林 关心我 对我本人是一种鞭策 有些是一种玩笑 有些玩笑甚至开过了 我们都可以理解 都可以理解 至少它也需要 媒体也需要生存 社会各界也需要有花谢的地方 我们都能理解 但是啊 这还没消停几年呢 2015年 施永信又遇到了更猛的爆料 武侠世界的血雨腥风啊 总是从神秘人物的出场开始 一篇题为 少林寺方丈施永信这只大老虎 谁来监督的帖子呀 在网上就炸开了锅 文章举报施永信私生活混乱 玩弄女性 侵占少林寺财产 玷污少林寺名誉 该题还指出啊 施永信其实有两个户籍 一个是他的官方身份 另一个则在安徽老家 落在他母亲户下 并且列出了和施永信 有感情线的多位女性的身份 和基本经历 房铁署名 施正义 连续几天 每天放出一点猛料 如同钓鱼一般 不断地缭绊着媒体和公众 这个施正义啊 随后还晒出了公安系统 户籍信息的查询截图 出声证明 警方问询笔录等等 举报啊 眼看着一步步就要升级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 登峰市宗教局 却突然发布消息 说压根就没有施正义这么个人 可是啊 就在相关部门对此事 盖棺定论之后 还没过几天 曾为施永信的弟子 少林寺四大金刚之一的 施延鲁 以及多名曾经在少林寺 生活工作的人啊 在北京就实名举报了施永信 罪名包括贪污 挪用公款 受贿 滥用职权 非法拘禁 非法持有少林资产等 为什么偏偏是施永信 老被黑 被造谣 被举报呢 咱们啊 不妨来看看少林寺 当时是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背景之下 这么多年啊 少林寺的发展 离不开登峰市 河南省的政府资源 但另一方面呢 因为利益纠纷 少林寺和地方政府的 各个官员的矛盾 也在日日俱增 从2004年开始啊 就不断有少林寺 要上市的传闻 施永信不断表示 绝对不可能上市 卷入这种高风险的交易 有损佛教的精神 不过呢 在2009年12月 还是传出了消息 说香港中旅集团 与河南登峰市 签署的一系列文件 就显示了 双方决定斥资一亿元 成立这个 港中旅 松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主管松山少林景区的 管理和经营 这个新公司 拟定要在2011年上市 施永信对此就放出狠话 说少林寺上市的可怕程度 比1928年火烧少林寺还要厉害 最终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 登峰市政府 少林寺等单位 大家坐到了一块 登峰市市长 才明确表示 少林寺的资产 不会纳入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 当时按照合约规定 100元的门票 少林寺能够拿到30元 根据施永信透露的数据 从2005年到2011年 地方政府累计拖欠了少林寺的门票抽成 将近5000万元 施永信对门票款的计较 让当地的政府部门觉得 这少林寺太商业化了 一位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 私下就指责说 你和尚们好好念经就行了 要那么多钱 弄煞嘞 2014年9月份 在多次催债未果的情况下 忍无可忍的少林寺 撞告了登峰市松山风景民胜区管理委员会 违约 要求其支付将近5000万元的门票分成 以及违约金200多万元 后来施永信说 这官司是打赢了 但法院到至今也执行不了 有些政府部门 个别领导干部 非要跟佛教界争利益 还有一个事 就是施永信曾经向当地政府提议过 要对少林寺景区搞一些拆迁整治 但是有关部门在没有洞签方案的情况下 就开大会 说要拆迁了 那些武校民房小摊点的摊主 去堵山门 就去冲进寺院里 正好是吃饭的时候 只见雪白的馒头满天飞 就砸向了方丈使 之后就有人开始给有关部门写告状信 说施永信嫖娼 包二奶生孩子 施永信就回忆到 那时连续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些人天天围着山门来闹 从少林寺大门到塔林 都是我的大字报 事务处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方丈在少林寺上市和拆迁的问题上 得罪了一些有权势的人 他们就开始到处造谣 那些人想让少林寺上市 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 但是方丈觉得 少林寺清修的地方 不应该去上市 于是就得罪了他们 河南省调查组 对施永信的调查持续了很长时间 最终的调查结果是 举报的内容大部分都不属实 中国佛教协会也发表声明 从未取消过人家施永信的僧级 爆料说施永信购买什么百万级豪车 量号车牌 而实际上少林寺名下登记有15辆车 产权全部属于少林寺 其中进口车4辆 国产车11辆 这些车辆主要是用于寺院的办公 接待 僧人的日常生活 而关于施永信的那件 16万的天价袈裟呢 仅是上面的金线就超过了5万啊 那对这件事 施永信其实有回应 说那件袈裟啊 是南京云锦研究所送的 自己是没花一分钱的 不过啊 调查组的确发现了 少林寺在财务 以及其他内部管理上 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外界对于少林寺和施永信的印象呢 多少也就打了折扣 在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中啊 施永信常常坐着 配有专职司机的SUV四处旅行 做喷嚏式客机周游世界 与好莱坞名人过往甚密 是身披袈裟的首席执行官 有人说他是离经叛道 质疑和诟病从来就没消停过 也有人说少林寺已经世俗化了 不再是佛门清静之地了 在中国呢 享受如此待遇的方丈 适永信算是头一个 不过对于种种意论 他倒是一直很淡定 并且说 为了少林寺的下一个1500年 我只能向前看 向前走 时间来到2022年 自带热搜体制的适永信 又来整活了 有人发现了一家名为 河南铁松的企业 以4.5亿的价格 拍下了郑州的一块商业用地 在有心人的调查之下 该公司最大的股东 是少林无形资管公司 实际的控制人就是世俑信 大家这才惊觉 少林寺在世俑信的主持下 已经形成了一个 以宗教武术传统文化为核心 包含旅游 商业 地产开发 教育 培训等在内的庞杂产业链 这与佛家讲究的 舍弃一切 远离俗物 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不少网友觉得 少林寺既然要涉足房地产这生意 简直是太魔幻现实主义了 大概是批判声过于激烈 世俑信坐不住了 随后 少林无形资管的工商信息 发生了变更 世俑信退出了股东行列 由中国松山少林寺 作为主体 百分百去持股 这个少林无形资管 相关方也回应称 购买地块 是河南铁松背后 两家企业的合资投资行为 不是少林寺直接的投资 属于两家公司的正常商业行为 然而 在世俑信退出之前 他直接持有少林无形资管 80%的股份 掌握着少林寺的财富命脉 事实上 这也不是世俑信第一次买地了 从2006年 少林寺就计划在澳洲南部 购买一块约1248公顷的土地 2015年2月 世俑信亲手将一张 折合近2000万人民币的澳币支票 交到了新南威尔士州 肖尔海文市长的手中 在这块土地上 世俑信计划建立一座少林寺澳洲分寺 一座少林功夫学院 以及相关的教学配套设施 一间四星级酒店 还有一座27栋规格的高尔夫球场 大家开始好奇 世俑信到底带着少林寺赚了多少钱 能够如此豪至千金啊 咱们之前说过的 世俑信成立的少林武僧团 已经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过上千场表演 每场的净收入一般为2万元 那场功夫之心的选秀 少林寺得到了不少于100万的捐赠 而少林寺的门票 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如果按照2017年的客流量 350万人来算 少林寺的观光门票收入 就能突破一个亿了 当然了 这还不包括开光费 香火钱 少林寺还独创了 给手机开光的生财之道 2006年11月6日 少林寺主持 世俑信携众僧给10个吉祥号码开光 拍卖会上 50多名竞拍者 豪至32.15万 少林寺慈幼院 分得了将近27万元 少林寺的海外收益 就更厉害了 1995年 少林寺率先出海 在纽约 法拉盛的华人区 开办了海外的第一所少林分寺 目前 少林寺在欧洲 美洲 均设有海外中心 业务涉及出版 教育 文化等等 就像是一个跨国公司一样 不少海外的少林寺文化中心 是会员制 按小时收费 比如在美国 一个小时需要收十几美元 一般只招收150个学员 三个月的收入 就能养活一个中心了 少林寺名下 还有五大子公司 分别是少林寺 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少林欢喜地有限公司 少林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少林寺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和少林药局有限公司 堪称五大赚钱法宝 这边呢 少林寺赚的是盆满钵满 而作为少林寺方丈的试永信 多次公开表示 自己的月收入只有700元 这边啊 试永信的路子是越走越广 可少林寺的朋友圈啊 却是越来越野了 曾经的佛门威严不复存在 2014年 深陷家暴门丑闻的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洋表示 自己将皈依少林寺 那李洋归一那天啊 试永信是亲自过来接待的 次法号 延一 不过啊 这位延一法师 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商业蓝图 他说啊 疯狂英语 要和少林寺有一场 持久的商业合作 让学生呢 一边学疯狂英语 一边练少林功夫 后来啊 原盛大文学的CEO侯小强 如法保治 也成了试永信的座下弟子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 这侯小强呢 又现身的伤海 宣布创业了 面对种种质疑啊 试永信说 不是我太入室 是我太超前 我每年有六分之一的时间 在国外 很多先进的东西啊 我先接触了 太超前了 别人就不理解 寺庙的生态环境 需要变 我们的生存方式 也必须变 靠政府补贴 能过日子吗 不现实 试永信和少林寺啊 这几年慢慢的淡出了 公众的视野 随着AI元年的到来 2023年11月2日 试永信造访 位于美国旧金山的Meta总部 并发表了以 禅宗遇到AI为主题的演讲 当古老的东方禅宗思想 遇到现代人工智能 试永信和少林寺 再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试永信在演讲中啊 讲了少林寺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尝试 他们开发了一款名为 少林云的应用程序 通过VR技术 可以让全球的信徒和爱好者们 身临其境地体验少林寺的文化和历史 其实呢 方丈是硅谷的老熟人了 2014年就曾经到访过谷歌和苹果 留下一句评价 谷歌如功夫 苹果如禅意 谷歌 苹果 Meta 之所以邀请适永信呢 是因为少林寺是中国古老禅宗的发源地之一 禅修是修行 也是管理 适用性的前瞻性啊 确实值得佩服 其实这些年啊 很多寺庙都开始尝试数字化的转型 比如2022年 杭州的林寺寺就举行了智慧寺院的上线仪式 从大屏幕上的游客统计 日接待量 到车辆管理 安全预警等等 寺庙数字化的内容之丰富 令人叹为观止 说到寺庙数字化呀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题我会呀 有人烧过电子箱 扫码付费 箱客呢 输入净凤金额 大金炉就能接到付款订单 显示屏啊 随机出现熊熊大火 下方显示正在烧金 整个操作流程啊 倒是方便简单 环保又安全 当然了 还有电子供灯祈福 扫描二维码 关注寺院公众号 找到供灯按钮 付费后 即可领取属于自己的电子灯了 没法到现场亲自供灯 怎么办呢 别着急 这不是线上远程供灯就来了吗 供灯时间包括一天 一周 一季度 半年等等 任君挑选 不仅如此啊 寺院还能提供远程供灯 寻灯 照片回传等贴心服务 还有智能牌位 可以线上选择周期 编号 缴费后啊 自动开始计时 查询时呢 还会自动闪亮 便于辨认 这么赛博朋克的供奉方式啊 让许多网友表示 难以接受 因为香 灯 不仅是物质的存在 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 大家认为啊 点灯 添油 这些动作 也应该是修行的一部分 施永兴在演讲中说到啊 AI作为一种工具 可以检索 查找到相关的经典 从而对质各种疑惑 为修产者提供辅助和便利 网友们纷纷感叹 看来科学的镜头 果真是玄学 未来呢 施永兴将把少林寺带到何方 我们无从知晓 他就像接手了一个千年老店 背负着祖宗的荣光和破败的产业 选择了一条饱受争议 新鲜危险的品牌复兴之路 有人批判他 六根都不尽 四大皆不空 满眼是利益 一心向前看 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出家人了 但是啊 也有人认为 少林寺早也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寺庙 当然有自己的发展需求 而且呢 施永兴还将少林寺带到了海外 弘扬了传统文化 只不过 施永兴所打下的少林商业版图 如他本人一样毁育参半 也许能验证 施永兴是非对错的 只能交给时间了 感谢收看MR档案 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赞订阅 支持我们一下 这对我们很重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